為了31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從昨天晚上開始收到東北風 還有整個水氣量的增加 北部的基隆北海岸還有宜蘭 陸陸續續有一些短暫陣雨的情形發生 不過這雨勢都沒有持續太久 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天氣都已經恢復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天氣 而這位東北風所帶來的溫度降幅 也沒有這麼明顯 早晚是比較偏冷的 不過到白天太陽出來之後 氣溫都可以回升到比較舒適的氣溫 不過日夜溫差是比較偏大的 所以早晚外出務必還是要添加衣物 而另外一波天氣系統 預計在下週一二會開始影響 這波溫度的降幅是比較明顯 所以下週天氣變化是比較大的 所以各位觀眾要特別留意 詳細的天氣情形 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目前影響台灣就是這波雲系 造成北部跟東半部的雲量 這樣是明顯的增加 而未來的情形 週六還是受到這個水氣的影響 北部跟東半部是多雲偶剩雨的天氣 中南部就相對穩定許多了 不過好天氣不見得有好空氣 中南部的空氣品質是比較差一些水 呼吸器官比較敏感的患者 外出記得可以攜帶一下口罩 下週一二會受到另外一波天氣系統的影響 造成北部跟東半部又會再轉為比較不穩定的天氣 我們從四天的降雨分布來看一下 北部的基隆培海岸跟東半部也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週六的時候還是比較不穩定 會有一些飄雨的現象 而週日會逐漸的趨緩 而高溫方面呢 高溫普遍都可以維持的比較穩定一些 北部來到22度 中南部來到24度 而東半部也有20到21度的高溫 低溫方面普遍可以回升1度到3度 中部以北來到12到15度 而南部跟東半部來到17度左右 整理來說 綠葉的溫差是比較偏大的 而且特別是在中南部 相近有來到10度的溫差 找出往歸的觀眾朋友 務必要攜帶一些外套 會比較保險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 祝大家週末愉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